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 那我们教会有预备圣经 有一个礼物来送给他们每一位 我们请阮长老代表教会 我们来送他们礼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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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穿过去 没穿过去 没穿过 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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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俭 小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她每次从教会回来或者从亲感的聚会回来她都很欢喜 所以我很替她高兴 当她身体不好的时候 关师母 软师母都时常会来家里 我妈妈有什么事情都会打电话给软师母 她们都会来家里探望她 然后带着她一起祷告 然后跟她唱诗歌 所以我深深深的感觉到 教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温暖跟支持 那Coro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时不时的说我们会见面 她都跟我提到她木造的过程 我非常地羡慕 也希望跟她有同样的感动 所以退休之后 她邀请我来上主日学 我很自然就是走进了五家 去年开始我就可以开始上木造班 然后接触到每一位木造的兄弟姐妹 都有生灵感动的一些故事 接下来我也陆陆续续地有上课 上纪要真理 因为我听说关牧师讲 一定要上纪要真理才能够受洗 所以在参加姐妹会跟主日崇拜的时候 心里真的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 那Coro也提到说 受洗以后在基督里算是重生 有一个新的生命会有不一样的领受 那我渴望自己会有亲自体会到姐妹们 她们时常分享的那种圣灵感动 所以盼望圣灵也能够带领我 在未来的人生里头更有方向 更平安 更喜乐 我非常地怀念母亲 将来有机会在天堂相见 会是非常美好的 我也期许自己从今以后 像关牧师刚刚讲的 我的心事作为 都应该能够荣耀主 对人有益 可以荣神益人 以此来作为孩子跟孙子的榜样 盼望他们也能获得祝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最好的朋友 还有山主的组长 姐妹们 他们都一直在替我带到 另外 阮事物每次见到我都非常关心 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温暖 今天我特别高兴的是我 孩子一家 他们从南加州上来 参加我的收洗典礼 让我这一生没有遗憾 感谢主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张杰 我来自陕西宝基 前年的时候 我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跟随先生来到了美国 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扫育儿 感觉到焦虑又辛苦 来美国我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就是亚南 对 在他的引导下 我跟先生在去年的时候 开始来教会 然后今年的时候 我们在绝望和这种困惑之中 我一次次来到教会 在教会 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宁静 在教会我唱诗 读圣经 听姐妹们的分享 我对耶稣 而我们人 来到拯救 以前 以前对宗教 尤其是耶稣基督中 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 有一些疑惑 可能大家都听过 就是有人打你的左脸 你应该将右脸也分上 如果在没有接触 耶稣基督之前 我对这句话是感到匪备所思的 但是信了主之后 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所在 这就是基督的精神 就是耶稣的精神 就是我们所信的主 教导我们所应该做的 那就是在主的引导下 让主走进我们的心里 将自己的内心的罪恶 真实地 真诚地展露出来 而去追求一颗 谦卑又坚强的心 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 因此 我今天受洗了 我的先生可能会感到 非常的吃惊 但是 我很激动 我甚至 感到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就是 非常的复杂 但是又感觉到很无畏 很坚定 我愿意从今天开始 成为神的女儿 我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 让神走进我的心里 我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我愿意轻生去感受 神的慈爱 神的伟大 神 在某一处注视着 生命的 罪 与赎罪的过程 同时 我也将我的一对儿女 将我的一家人 都交到神的手中 我希望 他们能够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希望他们长大以后 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获得神的祝福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傅月 首先我非常感谢我的那个先生 他过来参加我的洗礼 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 我在飞扬团器中的朋友 他们都过来为我捧场 还有其他的一些 那个介绍我来这教会的朋友 然后 我现在对我来说 那个经过洗礼 变成一名真正的基督徒 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没有经历太多的犹豫 因为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 主也随父亲一起去教堂 但是我那个时候 就对他非常的好奇 高中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去美国出差 回来以后 突然开始信奉上帝 他时常为我祷告 然后带我去 家附近的天主教堂 祷告 然后 而且在我出国留学的时候 给我买了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上就有耶稣基督 我每当想起我父亲 是仿佛如何一夜之间信靠上帝 都感觉是一件 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只能用神迹来解释 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的先生 他第一次带我去教会 我虽然那个时候 很想认识这位全能的主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 生活阅历还不够 对圣经理解的很多东西 都觉得无法理解 因为和自己认识的世界 和自己认定的想法 相去甚远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去了几次以后 就没有再去 再次门生接触耶稣基督 是我刚刚生完第二个孩子 感谢主 虽然我一直都不信他 但是他却没有舍弃我 我的人生没有经历很多磨难 但也足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 有一天在我思考 我和我孩子的关系的时候 突然发现 虽然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但是我在主面前 就像一个孩子 我对很多道理似懂非懂 我想要不断完善我自己 但是我的注意力 却无法从我自己身上挪开 我想要得到赞扬 想要所有的事情 都顺着自己的心意 我明知主的存在 但我总是想靠我自己的方式 去解决一切问题 然后又屡屡碰壁 在隐约感到自己的苦恼 来自于自己不幸的同时 我想要我的孩子 可以很早认识主 使他们不会像我一样 遇到挫折而迷惘 于是我经朋友介绍 来到了这个教会 刚开始决定来教会的时候 还是有点担心 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但是在听了牧师传道 和参加团祭查经以后 发现自己的心情 和以往大不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仍旧很不习惯 唱诗与祷告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完全适应 但是这次 我愿意去改变自己 我做了很多努力 让自己变得虔诚起来 以前看圣经 看到的只是故事 现在看到的是 故事之后的奥义 渐渐的我发现 自己喜欢去教堂 听牧师讲道 喜欢听大家一起 分享自己的想法 也会分享自己的想法 我慢慢尝试 从圣经里的教导 去听从他的教导 虽然对我来说 很难完全做到 但是我每天都在祈祷主 可以借由我心中的圣灵 给我力量与勇气 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见证 在遭遇挫折而意志软弱的时候 我会反复提醒自己 你所遭受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遭受的 神是信实的 他不会让你受试探 过于你所能承受的 而且在你受试探的时候 他会给你打开一条出路 使你们能忍受得住 渐渐的 我的祷告有了回应 有的时候 在我磕磕巴巴的祷告完以后 我发现自己突然就有了 面对困难的勇气 原本看上去天大的繁星室 我却有了去解决他们的兴趣 那些事情也没有以前那么难了 在我自己遭遇的挫折 感到不快的时候 我会试图去转移自己的焦点 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会有更大的满足感 因为我知道 失彼受有福 我现在开始为家人朋友 和不幸的人们祷告 不好意思 有点紧张 我想要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想法 越来越强烈 我如同迷失在黑夜里的人 感受到了光源的方向 并顺着光的方向摸索前行 虽然在这过程中 我的内心依然很柔弱 我的信心也不是非常强大 但我相信 只要我像约书雅一样 迈出自己属灵生命上的第一步 把自己交付在主的手中 我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惊韧 我的信心也会变得越来越坚定 阿们 新帝姐妹们平安 我叫袁婉斌 我和我先生是2011年来到湾区的 2012年 我们在教会姐妹杨一芳的介绍下 来到了基督五家 沈州团契九祖 九祖 13年的时候 赵长老带领我们绝治 最初来到教会 其实我们是好奇心站主导的 我们就是想了解 基督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 然后教会团契又是怎样一个组织 基督徒是怎样一群人 然后随着了解的深入 我们发现越来越喜欢这个大家庭 然后我们也参加了教真理班 虽然目前问题和疑惑还是很多 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不过就是在当时那种状态下 神给我的恩典就到来了 就我和我的先生其实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然后来美国之前呢 我们曾有过一个计划外的孩子 然后当时在我不知道怀孕的情况下 其实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就是聚餐喝酒泡桑拿什么的 那个因为是春节期间 然后等我发现怀孕的时候 已经有了先照流产的迹象 然后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然后于是我就决定就是要放弃这个孩子 其实那个时候我先生是不同意的 然后我就比较坚持自己这个决定 然后一直到真正做了手术 我发现就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我当时的时候觉得心里非常的难过 就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 我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然后之后呢 来到美国 我们就按照计划就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可是一直都很不顺利 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满怀希望 一次一次的失望 做了各种检查 都是说很所有的指标都很正常 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天在大堂里面跟大家一起唱赞美诗的时候 我突然间感觉身体就心里面充满了感动 然后唱着唱着我就哭得就是止不住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主祈祷 我说主我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求你恩典我 然后很神奇的是 就我做了那个祷告一个月之后 我就怀孕了 当时欧毕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老公都不敢相信 我在家里又不停拿试之策 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 我才真能心里接受这个事实了 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呢 怀孕期间碰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一直有出血的问题 然后我从四个月一直到八个月都在卧床 期间我一直在向主祷告 我想希望主保守我 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也很忐忑 因为初庆主信念还不够坚定 我很担心我会失去这个孩子 然后就是在这种焦虑中呢 我其实对主的信念有点动摇 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主没有 马上给我回应让我好起来 然后包括孩子出生了之后 很多忙乱孩子也不是太好带 所以我和先生就越来 就是相当于疏远了 我们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碰到了不少的问题 我和先生的关系也会变得有一点紧张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初为人父母吧 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样去做 然后我的孩子睡眠很不好 我那个时候还要读书 这种情况下我长期缺乏睡眠 脾气也变得不太好 然后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状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的先生跟我说 是应该寻找改变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教会去 我们应该去向主祈祷 然后求主给我们一个指引 我觉得我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我们就又回到了教会 正好那个时候飞扬团气成立 团气里面都是很多 跟我们年纪相近的 然后背景都比较相似的年轻家庭 大家在一起很有话聊 然后慢慢的 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然后我其实前面 在育儿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一次意外的流产 就是失掉了一对双胞胎 那个时候 而且这个事情很戏剧化 医院居然把我的血样 跟别人的血样搞错了 所以没有测出来我怀孕 所以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仍然很疲劳 结果在做B超发现了怀孕的时候 第二天就流产了 然后当时 可以说当时的整个的状态 人的状态都比较差 身体也很虚弱 然后我就跟主祷告 我说希望主能够治疗我的身体 能够让我渐渐地好起来 其实在回到飞扬团气之后 我们也没有经历什么很特殊的事情 就是跟姐妹们聊聊天 茶茶经 然后一起敬拜神 可是不知不觉的 我的身体真的就好起来了 然后我们的家庭关系也比较融洽 然后就是这种恢复的速度 让我觉得很惊讶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又抱着一丝 就是 也不算是奢求吧 就是我就是 再次跟主祈祷 我说因为我们一直是想要两个孩子的 我说主能不能再次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 也请你保守我的怀孕过程 因为 就是两次吧 如果说一次是巧合 但是两次我真的不能再说 这个事情纯粹是巧合了 真的在我祷告之后 一个月我又怀孕了 而且我的 而且我的老二 整个怀孕的过程非常顺利 我身体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壮 就是我 我婆婆那个时候 有一些意外 在我领产前的时候 就是着急回家 然后我自己带着大宝 在那种情况下 我居然也就过来了 就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一直到宝宝出生 现在宝宝已经两个月了 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 宝宝也很健康 所以我深深地感谢神 我真的觉得 这确实是神的恩典 在我身上临到了 然后我也在跟我先生讨论 也在反思 我为什么需要信主 主恩赐给我了什么 我觉得表面上来说 好像是主给了我两个健康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来说 是主给我了平安的内心 我是真的需要主 在不知道有主的时候 我会容易对周围的人失望 会因为一些挫折产生一种挫败感 我碰到困难的时候 总是说我必须靠我自己 可是一次一次地这样坚持下去 我发现我也有疲累和挺不住的时候 但在我发现 或者说在我找到了神 然后并且愿意去相信神的时候 我觉得内心那种平安 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我发现一切中担可以交给主 然后主也是确实保守着我们的家庭 然后学会了宽容 和学会了和心底有了这个 对永生和这个美好世界这种渴望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更加豁达和宽容 我们的家庭关系都非常的融洽 应该说我觉得这就是信主 所赐给我最大的一个恩典 对 然后今天我蒙身赐负和老公 在这里参加了受洗 我希望在今后的道路上 能够得到主的指引 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我叫刘鹤晨 首先很感谢大家过来见证我的洗礼 很感谢关牧师的辛苦 感谢赵长老以及师母 特别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 我的先生和我的儿子 他们都来一起见证 还有我的几位好朋友 其实我接触圣经是很早了 叫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上小学的时候 和我爸爸就给我买了一本圣经故事 莲花画 当时我就对一些故事耳熟能详 我当时读的想法 就是圣经的故事 跟我们中国的传统圣化故事 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 鱼公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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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畏填海 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的神华故事里 总是人定胜天 最后人类就能战胜大自然 但是在西方的 或者说在圣经故事里 为什么却是相反的 比如说 人类要修建一座通天的巴别塔 但是修到一半的时候 上帝就告诉了 就把人类的语言打乱了 这个时候人类之间不能交流 所以这个塔就修不成了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 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喜欢人类超越它 为什么人就不能上天呢 但是后来我才意识到 我这种认识是肤浅的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肤浅的认识 那就是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说有很多的弱点 人总是会在不知道 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骄傲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我小的时候是父母和老师 眼中的好学生 我妈妈经常鼓励我说 你是最棒的 但是到了我上了大学 以及我到美国读研究生 出国到现在有十年了 我发现了身边很多 非常优秀的人 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普通 所以人为什么只有在 受到挫折 受到打击的时候 才会放下骄傲的身段呢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曾经遇到过或大或小的挫折 比如学业上的压力 或者找工作面试被拒绝 以及爱情婚姻的不顺 亲人的离世 我想这都是一些 或大或小的挫折吧 当我十年前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这里的学习生活 当时就有朋友 带我去教会 让我祷告 但我当时还是怀着一种很骄傲的心态 我想 为什么只有在我 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才会祷告呢 我想我自己是有能力的 我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以及社会阅历的丰富 我发现了自己的幼稚 以及发现了自己对圣经故事认识的肤浅 我真正的接触并愿意相信主 是大概在去年秋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突然高烧生病 住进了医院 虽然这个病不是非常严重的病 但是却让我当时头痛欲裂 住院了一个星期 幸运的时候我很快就好了 但是在住院期间有一位护士 他非常的善良 他对我说你信不信上帝 我会为你祷告 我当时其实是不信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护士非常善良 然后我就对他说我相信你 然后就是似乎就是奇迹就出现了 从他为我祷告之后 我很快病就好了 然后我一个星期之后就出院了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来教会 因为我是觉得那个护士他非常善良 我非常感激他 但是来了教会之后呢 我来了主日崇拜 并且上了一些课之后 我发现就是我的认识 我原来对圣经故事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 我现在知道了就是说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弱点 知道人不是万能的 当我读到马太福音 读到耶稣基督 为我们救赎我们的罪 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受刑 并且他要背着自己背着这个十字架 一步一步的走向刑场 我当时就知道了 即使是死也不是一种解脱 而对于他来说 他的死救赎了我们活着的人 我想 我最后想说的就是 我想在做每一个人在这里 不管是什么 当初是怎么样来美国的 我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那就是我们都有一个美国梦 然后我想引用这个独立宣言中的第一句话 就是 We hold its truth as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ey are endorsed by the creators for the rights that they have fre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所以我想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 连美国这样的国家 都会奉行基督教的这个教义 然后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creator 我们是created by the creators 所以为什么我们普通的人还要这么骄傲呢 还要不肯放下身段 不肯来接受上帝的指引呢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希望我自己以后 要以一名基督徒的身份来要求自己 要放下自己的骄傲 并且时刻的祷告 不仅仅是在我遇到挫折和无助的时候 尤其是在我顺利的时候 我也要有所感恩 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赋予我们的 好 谢谢大家 兄弟姐妹平安 我叫江燕 我的英文名字是Grace江 我是约束亚团契的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过程 那决心成为一个基督徒 对于我来说呢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大概有这么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出于好奇吧 我第一次来教会是2014年的春天 为了来参加阮师母的婚姻交友班 当时呢是失恋不久 所以想来提高一下这方面的理论知识 再就是认识单身的朋友 那阮师母呢 讲得特别好 我也学多了很多 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觉得教会的人呢 特别nice 所以那个主日学结束了以后呢 我对教会产生了一定的感情 也对圣经呢 有好奇 所以呢 就经常来参加约束亚团契的查经 几个辅导都带得特别好 尤其是阮长老 觉得好像什么刁钻的问题 他都能回答 那就这样呢 我就初步的接触 并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那第二个阶段呢 是觉知的过程 那其实我2015年呢 我就有些梳理教会的活动了 就忙了一些 不知道什么的个人所事 那但是呢 有一个切记 就是我下半年呢 突然长了一场生死攸关的重病 总之呢 整个治疗的过程呢 是相当的辛苦 不堪回首 那当时教会的赵长老 赵师母 阮长老阮师母 还有小霞姐 还有丽莎姐 他们对我 还有我 强大的闺蜜团里 也有一半以上是 像Sherry这样 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或者是已经觉知的姐妹 他们对我提供了 非常实际的 和精神上的帮助 我特别感动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不能一一展开来说 那么 在这个长病的期间呢 我也思考了很多 觉得这么多年来呢 就是容易浮躁 患得患失 经常有软弱的时刻 觉得呢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信仰 当时我觉得不管怎样 我就想试一下 所以我跟着赵长老 做了决志祷告 非常奇妙的 我就感受到 有这个真的有圣灵充满的感觉 我以前以为这种说法 只是一种 就是比喻 比喻非常开心的一种感觉 但是其实是有实实实在在的感觉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我决定受洗 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过程 其实这过程呢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虽然做了决志祷告以后呢 我也经常地 常常祷告 也觉得心中有平安 有喜乐 就是知道我长病的朋友 有的人还觉得挺奇怪的 说你看起来很高兴的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很喜乐 就是我长病以前 就是经常会想很多东西 可能会有抱怨 会有complaint 但是我就很奇妙 长病以后 绝肢以后 我就觉得很喜乐 觉得很平安 不会去想很多烂七八糟的东西 那我虽然没有一开始 但是马上就决定受洗 但是呢我就会经常来参加教会的活动 因为看到兄弟姐妹和长老师母 那就觉得特别亲切 就觉得这是我喜欢的那种正能量 但是感谢主 我就觉得经过一段时间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在大家的潜移默化之下呢 我就逐渐的觉得我要受洗了 就觉得非常comfortable 要来受洗了 所以就像马太福音写道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那我以后呢 也会经常来参加教会的活动 学习神的话语 活出基督徒的新身份 求神与我同在 一切荣耀归于神 谢谢大家 我们俩没搞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心灵的一个感悟 我现在想什么 我就说什么 说句实话 我其实来的时候特别忐忑 我没有ready 感谢我的一个朋友 我一直在问他 我说 I don't think I'm ready 他说 you are ready 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都从中国过来了 当然也是马上是我的婚礼 包括我的大姨 我大姨他是基督徒 所以其实我今天想说的一点就是 很复杂 我先感谢一下阮长老和阮师母 因为其实我之前是非常 非常抵制 也不是抵制 排斥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内心足够强大 我做人 我觉得我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我不需要有任何人 或者任何神再去帮助我 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通过我的家庭教育 通过我带人处事 我觉得得到的是非常positive feedback 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罪恶 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干我亏心事情 后来我通过跟阮长老 跟阮师母 跟很多人 包括跟我的婆婆 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朋友们 我发现了其实这个罪恶 其实并不是你所谓的一个 那种大罪或者是大恶 其实更多的时候呢 是你怎么能让自己心里更加平安 你怎么能够摆脱掉一些 其实你发现自己生活当中 不想要的这些坏习惯 坏毛病 你想要更加让自己去discipline yourself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让我心中能够有一些 有一些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些困难 这些事情 因为尤其是因为工作的压力 我觉得有些时候跟人 其实再累再苦的工作 我都觉得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workaholic 但是我觉得跟人打交道 往往是我觉得是特别难的一点事情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善于沟通交流的人 但是即使这样子我还是会觉得 我特别担心别人怎么看我 会不会因为我的这一句话 别人会觉得 我这个人不够好 会不会是因为我做的某一件事情 是伤害到别人 其实我有非常多的忧虑和忧愁 这个真的是非常bowser我 以至于每一次我都是自己 觉得我吃了很大的亏 别人又没有感激我 我心里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那么我先生 还有他的家庭全是基督教 我就觉得每天看到他们 怎么那么快乐 包括我的朋友 怎么老那么快乐 我就说他工作压力也很大 但是都是很快乐 我就会想说 难道是我不够理解吗 难道是我没有体会到吗 其实说句实话 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表达 我也不喜欢来教会 因为我不喜欢跟陌生人在一起 我只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 去跟上帝去沟通 我只喜欢默默地去感受这种幸福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还没有体会到 我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见识还不够大 我不像各位兄弟姐妹一样 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多东西 我会尽力去试 但是目前来讲 我觉得我的这种 以自己的方式 以这种精神上的去沟通 是我能够接受到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希望能在我婚礼之前 我能够受洗 能够更加认识主 更加认识大家 也谢谢大家 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然后也谢谢全家人 今天能够过来 非常感谢 大家好 刚才Mona说了很多 其实我本来只想说一句 What she said 但开完赞 我还是也简短来说一下 我的见证吧 其实就是说 有句话怎么说的 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是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受洗 是不是 感谢上帝 我跟那个Mona今天能够 一起来这边受洗 其实这个基督教 或者是耶稣基督 对我而言 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东西 大概十年十五年前 我的家人都是基督教徒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还有我的姑姑 我的姑丈 他们是牧师 所以接触了其实很多了 但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没有受洗 其实我想要说的是 过去的十年十二年之间 大概有三次的机会 是说我跟上帝祷告说 OK 我现在有这个问题 如果主你跟我力量 帮助我的话 如果你能够带领我的话 适成以后我就去受洗 但是unfortunately 适成以后 我是感谢上帝 但是呢 就这么过去了 所以我今天非常地开心 能够finally在这边 去受洗 尤其是跟我的 未来妻子 摩玛在那边一起受洗 那为什么之前一直 没有去受洗呢 其实就像蒙娜刚刚所说的 其实我认为就是 我跟上帝的关系 是一个personal relationship 就是说 我并不一定要说 去受一个仪式 才能说好像我才改变 我只要承认 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 我只要承认基督教 in front of people 那我就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最近以来 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受洗对大家的宣告 是一个commitment 为什么有些人 afraid of commitment 因为当你像大家宣布 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有人会来challenge你 有人会说 你是基督徒 为什么你做事情 还不如我们不是基督徒的人 我相信在场各位 都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但是 其实上帝有说 上帝在我祷告的时候 他告诉我这句话 他就说 I got your back 不论别人怎么样 challenge你 不论 你遇到怎么样困难 只要你相信我 你向世人宣布 向世人宣布你的commitment 别人请你来需求 request你的help的时候 或是来 寻求你的comfort的时候 甚至来challenge你的时候 我会给你力量 去解决那样的问题 所以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来收洗的缘故 我也非常感谢 我的父母在过去的 这个十年多的时间 非常的奋斗不屑 一直不放弃 也当然感谢所有家人 以及Mona的爸妈 大姨大姨父 今天非常远 从中国过来 来参加我们这个洗礼 我最后 我这么想引用一句 这个Steve Jobs 说的句话 就是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所以我想 这也是我勉励 我自己也是 想跟大家共勉之的一句话 就是说 Stay hungry的话 就是 不论是我们读圣经 不论是我们帮助别人 不论是我们宣教 传福音 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永远都是不够的 但是 It's ok 我们是foolish 因为我们make a bunch of stupid mistakes 我们说不对的话 在不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事情 但是 上帝 Got our back 所以我们应该非常confident 去 Live a Christian life 就像关牧师说的 今天并不是毕业典礼 而是新生命的开始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我叫吕杨 来自新成立的家里分居 Mir Peter Swan 那个余生和那个金欧他们家庭 然后 感谢各位长老 还有 官师母 是官师母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 虽然之前我是自己在自己家里 为自己做了一下 但是那个 我觉得是正式的吧 然后 说下我那个 是信主的经历 二十年前 我来 我生长在湖北 黄岗的一个小城镇 我有五个姑姑 我大姑 做菜特别好 特别好吃 然后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去他们家玩 然后主要是为了吃饭 后来呢 镇上我兴起了一个教会 福音教会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姑姑开始信主了 然后呢 他就带 带我去教会 一起唱诗 我当时也什么也不太懂 就跟着家 一起一起玩吧 然后他还送了 我一个十字架 那个十字架是带夜光功能的 在晚上晚上都能看见发光 他还叫我做祷告 说你有什么愿望 什么想法 都可以跟主说 他能帮你实现 然后我当时就懵懵懂懂 我就跟拜菩萨一样 然后晚上有什么想法 就对上帝说 求他帮我实现 但是呢 后来有一次暑假的时候 天气特别热 我同学就邀我 约我去游泳 当时不太会游 就在潜水区 随便泡泡水 然后打了水仗 挺开心的 后来上岸的时候 发现我的那个 夜光的十字架不见了 怎么找也找不着 特别奇怪 我一直记得 当时就在我身上了 然后 你上岸的时候就不见了 后来呢 开始忙于学业 然后对基督的一些 那个故事啊 或圣经上的话 开始慢慢淡了 二十年后 我来到这里 然后开始 几个月前 一直找工作 找了特别 有挫败 怎么面试都 都在暗塞的时候挂掉 不知道 自己问题出在哪 心情特别沮丧的时候 有一次去理发 碰到一个理发的刘师傅 他是一位基督徒 特别朴实 然后跟我闲聊的时候 就说 要不你信主吧 主会帮助你 然后我就问他说 是真的吗 然后他说 你试试吧 反正我是经过了好几次 那种 在人生最低落的时候 有主的帮助 渡过难关的 我当时也不太相信 然后就 但是心里呢 有一点点心动的 然后就想 说不定主能帮助我实现 我的愿望 带我走出困境呢 然后接着呢 正巧 一个朋友 经常去 每周五去金欧 那个余生家里查经 然后我就 跟他们一起过去 然后 其实我怀着 有那种 那种功利心的 在里边 但是慢慢认识主了之后 我发现 我认识的 这是一位真神 他 他所讲的一些话 都是 非常扎人心的东西 都是我之前 没有忽略到 我人心弱点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之前 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 弄得气氛特别尴尬 然后我还不 还在 还不知情 还特别开心 还有 做事情的 也马马虎虎 但是我不以为意 觉得 我觉得 这样做就是对的 然后在 查经的过程中 我慢慢发现 我的很多弱点和罪性 有时候 后来 我慢慢说话 就开始注意了 然后我想 这就是 当你的心 洁净了 你说的话 就开始洁净了 做的事情 就比较符合 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了 记得上一次 面试的时候 我每一轮 特别谨慎 小心 全力以赴 然后在 最后一轮 面试的那个 间隙 等待面试的间隙 我向神做了祷告 然后求主帮助我 没想到 我几天之后 真的收到offer 非常感谢主 我想这一切 都是蒙神的恩赐 求感谢主的怜悯 和带领 让我经历了 他的大能 我希望主 能继续带领我 引导我 然后更加 在我的灵命上 有更深刻的成长 也感谢主 在二十年之后 让我找回了 小时候丢失了 那叫十字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今天没有带草稿 但是说一下 我信主的这个 这个心路历程吧 是这样 在去年 下半年 一个偶然的聚会 一个 我在工作当中 认识了一个 姓杜的一个姊妹 她是来自台湾的 我跟着她 来了教会 那是我第一次 来咱们这个教会 那个时候 还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一个 一个概念 就对这个基督教 以前呢 我也带过我女儿 就是 女儿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带她去过 另外一个教会 就是那个 叫生命和的 一个教会 但是呢 只是说带孩子 见识一下 就比在家里面 待着要好一些 出去 带着孩子去看一下 那是去了两次 然后呢 我正式来教会 是跟着这个 姓杜这个姊妹来的 后来呢 我就 就是 觉知 觉知以后呢 我后来就 把我分到这个 第五组 就是那个 赵长老 还有那个 丽琴姊妹 那个组 第五组 那个时候 我偶尔呢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周六周日 是没有办法休息 所以 偶尔我会有机会 是过来 会参加一下团契呀 那个插进啊 什么的 不是很多 大概也有个 七八次 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呢 其实心里面 我还是 比较认可的 就是从我心里来说 我还是觉得 信主是一件 就是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 很 我内心来说 是个很认可的 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 我没有受洗 觉得受洗是一个 很圣洁的一件事情 不是很草率 就可以做出决定的 那个时候我就 可能也找各种借口吧 就一直在拖拖拖 后来有一天呢 就家里突然发生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爸爸 三月一号 就是国内是中小学 开学的日子 然后 第一天我还给我爸爸打电话 他说他在家做准备 要带着孙子去 去上学 是在 我们新买一个学区房 所以就是 离我们家还是挺远的 第一天我还给打电话 我爸爸 我跟他聊天都聊挺好 我还跟他开玩笑 就是我妹妹 回家开车去接他 我说爸爸你看看 你多有福气 你有三个女儿 还都这么孝顺 然后我说 你看你这一开学了 妹妹回家去接他 然后 就是 三月一号 三月二号的时候呢 我就突然接到我妹妹一个 不是接到她的电话 是我给她打给她的电话 我是想问问我妹妹 今年是报的是什么班 她是教数学的 一个数学老师 去年她是毕业班 今年是重新分班 我想问问她 是不是又是一个重点班 结果我给她打电话 她说她人在朝阳 在医院 我说你去医院干什么 她说 是我妈妈说 我爸爸身体不太舒服 说一直吃药不太管用 就是说胃不舒服 你带她上传染医院 去检查一些 结果一查 就查出问题了 我妹妹说 她不懂得医学 但是呢 她从那个片子上 已经看到 那胃经一下去以后 她就觉得 那个情况不太好 后来把我爸爸 就找借口 把我爸爸 就是哄她到一边以后呢 我妹妹就问这医生 医生说 以她的经验来说 情况不是很好 那我妹妹就特别紧张 然后她就给我打电话 那个时候 我还抱着一点点的 侥幸的心理 觉得我们朝阳医院呢 是一个区域的医院 可能医疗设备呀 还有这个医生的诊断水平啊 可能会有一些出入 我跟我妹妹说 也许他们看错了 没大关系嘛 我爸爸身体一直都很好 然后就做了一个切片 做了一个组织 想做那个病例分析 结果等了三天以后 我自己上网查 我就特别紧张 然后就听我妹妹说 那个看片子那个结果 她当然是外行了 她跟我说那情况 我上网一查 我就觉得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熬了三四天以后 我跟我妹妹说 我说赶紧 你要去大医院 你再去查一下 结果就转到我们那个 沈阳的一带二院去查 本来是想上那个 北京的肿瘤医院去看 我们已经找好人了 后来想想我爸爸 他是从学校退休的 时问断字 怕他一看到肿瘤医院 那他就可能会特别紧张 我们就没敢去 放弃了 然后就跑到沈阳一带二院 这个综合门诊去看 上了卫肠科 结果一查 下胃经又做了一次胃经 看的时候就不太好 然后这样我们又熬了三四天以后 那个结果出来了 医生直接告诉我妹妹说 是胃癌 胃腺癌晚期 就是 当时我妹妹人就 整个就已经崩溃了 然后 她就大哭 给我打电话 说怎么办呢 二姐 毕竟我是大的 我需要给她做靠山 我需要支撑她 所以她哭的时候 我没有哭 那天我在上班 然后呢 晚上 下班回来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这个车 我是怎么开回家的 总而言之 我人在车上是 嚎啕大哭 我说 爸爸你不能这样子的 我说爸爸 你得努力 你得加油 你得争气 你不能这样放弃家庭 在我的概念里 因为我爸爸做过我两年的班人认老师 是 严师辞父的那种人 所以我当时就 从单位诊所开到家里面 我是嚎啕大哭 开到家 不知道这车是怎么开回家的 但是我知道 红灯我必须停下来 人是一直在车里面 是哭的 所以 我当时觉得 我爸爸是我们家的 一座山 是我们家的一个 清天柱 他不能崩塌 他不能倒下的 所以我在家里面 接下来四天 我没有上班 四天水米未进 我一口饭也没吃 一口水也没喝 一点叫都没睡 这四天里面 我一直在哭 一直在网上查 查各种各样的资料 然后 那个时候 我特别无助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 我就哭着 给赵师母打电话 在微信里面给她留言 我还给丽琴姊妹留言 我说赵师母 你可不可以让咱们小祖的人 帮我爸爸来带导 也许大家的力量会更大一些 主会听到大家的祷告声 会被感动 我爸爸就有救了 所以 当时我 那个阶段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然后我批免在家祷告 我求主 给我爸爸更多的勇气 信心和能量 让他来救我爸爸 现在我说 可能会比较坦然一些 当时是崩溃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丽琴姊妹跟我说 她说 艾玛 你这样吧 你来教会 我们一起来为你爸爸祷告 可是那个时候 我每天在家里面哭 我人根本就控制不了情绪 所以我说 我不敢去啊 我去了 我在那一直哭 这个好像那么多人 有一点不太 也不太合时宜 我不敢来 所以他在这边 大家就一直帮我做祷告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面 也天天在做祷告 这样 后来就觉得很神奇 我是觉得是 也许大家的祷告 也许是我们家 所有的孩子 这么小心 所以我觉得可能感动了主 或者说是我们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力量 总而言之 是我爸爸 后来下了 正式结果以后 就是那个 诊断结果出来以后呢 他跟我爸爸 那个医生 跟我妹妹说 他说 你去找主任吧 去做手术吧 他说 应该是没有转移 可以做手术 就这样三月十五号的时候 这个我爸爸的手术就做了 然后我就在家里面 拼命地在给他做祷告 就每天爬起来 我抄了圣经的一些东西 挂到我们家墙上 我一直就在念 一直在给我爸爸做祷告 然后开车的时候 我还用一首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曲子 放上我心里最想说的话 我就每天唱给我爸爸听 我爸爸叫魏真平 名字里面有一个瓶子 我就唱歌说 祝你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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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魏真平 祝你平平安安 我一边开车 一边唱歌 每天唱每天唱 只要我闲的时候 我怕身边的同事听着 认为我是精神病 所以我就 只要他们离开我的视线 没有人听到的时候 我就一直唱这首歌 一直在给我爸爸祷告 结果手术的时候 是非常顺利 我爸爸做完手术呢 他是 从手术室里面出来的时候 人就是清醒的 手术的第一天 他也是坐着 他不肯躺下 就是整个人看起来 状态就非常好 所以就直到现在 他已经做了第三期的化疗 情况也一直都挺好 就是比我们预想的 都要好很多 所以我在说 这就是神 是主在帮我 是在帮我爸爸 我说神爱世人 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 很那个 读的圣经不是很多 可能我理解的也比较浮浅 但是呢 我还是记住了几句话 他说 圣经里面说 神爱世人 还有一个句话说 神爱 他认识的儿女 神也爱他 不认识的儿女 我在想 认识的儿女 大概是受洗的人 就是他认识的儿女 那我爸爸呢 他没有受洗 他不是基督徒 但他应该也是 神的儿子 神也会爱他 所以 我每天这么祷告 所以我爸爸真的是 得到了神的恩典 现在他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好 人看起来是 比以前瘦了很多 但是特别精神 前一段时间呢 我人在这边呢 我已经就是 度日如年的那种 所以 因为我拿的是绿卡 他们说 移民政策收紧了 你不应该回去 回来入关的时候 可能会有麻烦 那个时候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想他不让我回来 我就留在中国了 但是我 一定要回家看我爸爸 没有什么 比这个更重要的 所以我回去了 待了一个半月 每天在家里面 给我爸爸做饭 那个一个半月过后呢 我回来入关的时候 特别顺利 移民官就是这个 没有 没有麻烦我 没有给我任何的 没有为难我 所以很顺利 就通过这么多的事情呢 我真的是感觉到 我在我困难的时候 在我 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在我们家里人 最需要帮助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神 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 所以 我没有什么 好说的 我希望我 诚心诚意地 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来侍奉主 来传播 他的福音 所以 我很 感谢主 就这样吧 分享到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乔建 现在在飞扬团契 很高兴 跟大家分享 我信主的经历 刚刚我妻子也讲过了 我们是 2011年来美国 然后第一次来教会 是2012年 然后 我们当时agent 已忘带我们来 基督五家 然后当时主要是 感觉比较好奇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 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就感觉是一个 蛮神秘的地方 然后 但来了教会之后 感觉 发现大家 也都是 平常人 然后我们后来就加入了 酒主 然后也碰到很多 同龄人 就跟自己 经历比较相似的 然后 讨论的时候 也发现 原来大家也都是有着 类似的 疑惑和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就也 放下戒备 就是说 主动了解 基督教 也解开了很多 一些常见的 误解 后来 我们有上 主日学的 木道班 然后在 赵长老的带领下 做了觉知祷告 然后现在想起来 当时主要是 他们很理性的 去了解 基督教 去认识主 然后从开始的 抵触 到后来 不反感 然后 想去了解 更多 然后 14年初的时候 我妻子怀孕 然后 过程很不顺利 然后后来我们 她长时间 在家静养 然后我们也没有 太多时间 去教会 后来的时候 大娃出生之后 也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去过 而这段时间 我们家里也经历很多 就像很多新手父母一样 我们开始养娃 也都是照着书养 然后这本书不好使了 就换一本书再养 然后 很紧张 这个宝宝 结果老大 这个一岁半以前 他吃饭 睡觉都很成问题 然后 被我们训练的 这个一哭 就狂吐 然后 各种换衣服 宝宝和老婆都累得够呛 然后 后来去了幼儿园 又是不停的生病 我和我老婆心情也都很 很糟糕 然后 生了孩子之后 我老婆回 回学校继续读书 课程压力也很大 然后其实 我也不是特别理解 然后 整个家庭的气氛都很紧张 然后 我和 我妻子的关系都很紧张 然后后来 我 我还查 我父亲还查出来 患了肺癌 然后 这边 还要 就是感觉 很无力吧 然后人生很无常 然后后来16年5月份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这样的日子 我过不去去了 那个我想跟妻子商量回教会 找一点正能量 然后 当时我正好听那个Mindy 说有一个正在成立一个新的 有娃家庭的团契 然后我们就 回去了6月份 当时2016年6月份 刚好赶上肺癌团契 那天起名 觉得还蛮巧的 然后认识了Victor 平凡啊 刘云啊 潮文啊 等等 就感觉很羡慕别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 还有这种就感觉很满满的正能量 然后感觉气氛很好 有很多小娃可以一起玩 然后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们就坚持来教会 然后当时 我们之前还一直很纠结 因为我妻子在读书很忙 然后我们又想要两个宝宝 什么时候生二娃呢 然后很快这个 神就帮我们做了决定 就是回教会不久 妻子就怀了二宝 然后一算时间特别合适 我老婆只要修医学期 然后反正时间就安排的Perfect 然后他这个预产期还刚好在四月份复佛节 就是上一次受洗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个孩子真是很蒙神的祝福 然后对 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也都很健康 然后去年的时候赶上标杆人生四十天 我们也参加了一下 然后开始这个思考一些生命的意义 其实以前小时候肯定都想过 后来想不出来也就算 然后现在又在想 觉得这个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 后来好像对 顺艳给我推荐那个看冯炳成的科学人生系列 十五讲 我都看完了 在YouTube上 觉得确实解答了自己很多问题 然后也开始明白一些 确实照物很伟大奇妙 认识到人没有办法单凭纯 单凭那个丰富的物质得到满足 他是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满足的 然后在对科学和信仰的讨论中 我也开始反思以前受过的教育 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其实也就是 我受什么教育 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我也没怎么思考 这种来说科学和信仰也没什么区别了 然后想了很多之后 我也在家庭上我也能面对认识到 和面对承认自己的弱点 然后我们家庭的气氛也会越来越好 然后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呢 我对圣经有很多话 有了新的认识 像以前说 神说把他的独生爱子为人牺牲了 我当时很不理解 我想神无所不能 这个独生爱子不要多少有多少 然后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 我真的觉得特别不一样 对这些话 这个有了新的认识 然后4月4月份的时候 问到我们我和妻子要不要受洗 我想很多 想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这个理性上 其实我对心仰已经ready了 但是说实话信心不是特别足 后来想到以前在木道班的时候 听过说人没有办法 在理性上证明神是存在的 只能说凭着信心就开过那扇门 所以我想我就决定跟妻子一起受洗 然后本来是决定4月份 就是我二娃的那个预产期那天 结果二娃提前出生了3天 所以我们就拖到6月份 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我和妻子的信主过程 觉得平凡又很奇妙的 因为我和我妻子是蛮不同的人 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道路 但是让我们同时接受主的呼召 感谢神的安排 我后妻子会一起迎接在主内的新生命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呢 今天有点脖子有点落枕 昨天晚上祈祷那个神 嘿 明天我要受洗礼了 让我睡个好觉 结果睡得太好了 落枕了 然后刚才有一位姐妹说 她没有写稿 我是20年来第一次用中文写稿 因为不会打中文 所以用手写的 我叫夏小球 来自江西省 新建县 现在是南庄市的一个区 现在工作和家都在Sunnyville 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分享 见证这个重生的洗礼时刻 一路走过来感觉跟神很有缘分 我的英文名字叫Matthew 那是刚来美国1996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女朋友王慧 为我取的名字 那时候呢 因为我的名字 姓和名都是X开始 然后没有人能叫得出我的名字 通常都是 然后就stop 然后干脆我那时候做驻驾的时候 那个学生就叫我Mr.X 也就是未知先生 这样子 所以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 是有意思的 在希伯来语里面是上帝的礼物 然后那时候也是单程的喜欢这个名字 后来才知道是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而且马太福音的作者 从小就像很多在大陆长大的人一样 就是说是无神任的环境中长大 人生的目的和态度呢 好像反正随波逐流吧 就是努力学习上大学 然后读大学的时候 大家都出国 那就跟着出国 就来到这里了 后来呢 就是说 女儿 我的女儿Isabella 出生之后呢 那人生目的主要就是围着她转 就是说希望 好好把她抚养长大 希望能够陪着她 经历她的一些人生里程碑吧 对身体上呢 二十多年来也 我蛮喜欢做运动的 就是说一直 就是说对身体的照顾的蛮好 就是说二十多年度去健身房 一周三四次啊 就是说 而且也是很好 舒缓工作生活上压力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tool 但那心灵上呢 就有点舒服了 就是说 一直也有问过 人为什么活着 就到底是为什么活着 而且一段时间一直很相信 因为是以前学化学的 后来转读电脑 现在是一个电脑工程师 就一直相信 人是很偶人的 精子碰见卵子 偶人的就来了 然后一天也会 偶人的走 然后一切都是 什么都不会留下 很悲观 很绝望 非常的绝望 但是有时候也就是去 有时候去进 就是我麻醉一下自己 或者用工作来麻醉一下自己 就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十几年前我和太太的呢 也去过上次一个叫三河市华人仙道会 在那里去过一段时间 那时候每当唱赞美诗歌的时候 也会热泪盈眶 我想森林已经感动到了 但是就像有很多卫星组的一样 比较骄傲自大 就不肯接受主的呼唤 后来工作也还忙了 生孩子就再也没去教会了 直到两年前通过一个同事 文庸 他们他以前也在这里 文庸弟兄 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同事 他就介绍我 我们那边有中文学校 那我带我女儿来这里上中文学校 让我重新开始思考这个人 心灵上的需要的问题 这段时间呢 同事文庸弟兄 还有罗家男弟兄 都有给我传过福音 我感觉到跟神越来越靠近了 今年三月底的时候呢 出现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身体上出现一些状况 然后医生就让我做一些CT扫描 结果就发现一些很没法解释的 不太正常的结果 然后之后呢 就两个月之内做了一连串的测试 有超声波 有三个核子共振 两个CT 然后还有不下十几个样品 血液样品的测试 这些扫描结果呢 医生都就是说很怀疑是有肿瘤的可能性 而且就是说 有可能不排除已经扩散的可能性 就这段时间每天都生活在非常的恐惧当中 非常非常的恐惧 而且每一个等待一个结果的时候 都好像在等待一个死刑的审判一样 非常的恐惧 这段时间呢 就开始回想自己这个人生 能过中年了 我今年44岁 就从11岁开始就离开父母 去城里面一个初中读技术学校 一辈子以来好像都是自己求学啊 上学出国 就感觉没有自己 没有能力control的事情 直到这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死亡 就感觉我 想到生命可能就真的接近终点的时候 真的无法继续那种感觉 就在这段时间呢 神 用爱包围了我 我每天都向神祈祷 神也开始真正的住进了我的生命当中 是神给了我力量 和一个平和的心去面对 而且安护了我的心 在这种艰难的时光里 而且神让很多弟兄来 关心帮助我和我的家人 有一位同事朋友 是一个白人来的 叫John Nicewonger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刚过五十大寿 他呢 很tough的一个人 我是管那个developer 就是说就写code的 他是测试那边的 管测试那边的 就非常tough的一个人 但是他每天都会来关心我 我的情况 今天怎样 为我祈祷 外表强硬的他呢 既然打开心扉说 年轻的时候他也 因为有过亲身的念头 是神怎么样拯救了他 非常的 就是说 感动我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快下班的时候 突然收到医院护士打电话给我 说 我要给你预约一个时间 见肿瘤科的医生 那时候我正在等一些结果 但是 一些人一下子就崩溃了 以为是确诊了 癌症了 然后那时候 就是文庸弟兄 在我身边就陪我去医院 然后陪我度过那个艰难的下午 后来来到了基督五家 还去了称令云 听到张路加老师的 谁掌管明天 那时候深深知道 神不仅仅掌管明天 而且掌管你有没有明天 那时候让我非常的感触 很多弟兄都关心照顾我 姚坚弟兄和马敏弟兄 他们今天也来在这里 是他们帮我安排我接受洗礼 还帮我分析检查结果 给我建议 直到今天我还在见很多不同的医生 就是说英文叫not out of woods yet 就是我也不知道 将来是神怎么样一个安排 也不知道那些不正常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但在这段时间 神让我明白 在世上的日子 不论多长多短 祂知道给了我启示 让我知道怎么样去活 一直想着人生目的 终于好像很清楚了 那就是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 去爱和帮助 一切有言在这世上接触的人 就像刚才那个姐妹分享一样 他爱 弟兄姐妹也爱 不是没信主的人 爱家人亲人朋友 爱弟兄姐妹 爱同事 同事也告诉我自己 就像姚坚 弟兄那天也伸了一个微信给我 你并不孤独 不要以为你自己一个人 在面对这一切 我并不孤独 有朋友 有亲人 有家人的爱 弟兄姐妹的爱 更重要的 神爱我们 信主以后回想走过的人生 我相信人生 不再是我以前认为的一个偶然性 世上的日子结束以后 天父那里有一个永恒的家 让我们继续去爱和被爱 是神来决定我们在世上日子的长短 让我想起我七岁的时候 有一个第一次面对死神的一个incident 那时候我去我外婆村子里游泳 一帮小孩子 那时候七岁 游泳的时候呢 我们玩一个游戏 就是说看谁在水里面憋得久 那我一捏鼻子 钻进去了 然后尽了最大努力 憋了很久很久 我想这一次一定一定赢了 然后当我站起来的时候 发现脚够不着地了 然后就像小孩子一样疯狂的挣扎 喝了很多很多的水 挣扎之后 筋疲力尽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就把一个手伸出了水面 然后这时候那帮小朋友们都在找我 已经很久了 终于看起来 然后一个大一点的小孩 大概十三四岁的小孩就游过来 把我救起来了 然后来告诉我 我差点把他都弄死了 我一碰见他的时候就死尽往下按 然后他喝了很多水 因为我那时候基本上奄奄一息了吧 然后他名字我今天还记得叫姓张 那个历早昭的张罗利 那现在回想起来 是神让我得到那一次重生 所以今天 他岂是让我把手伸出水面求救 因为那一次重生 我才有言来到 来到美国 也见到我另一半 我的勒骨坐在另一半 王会在那个Miami的时候 那时候Orientation的时候 研究上Orientation的时候认识他 也让我重生有言接受神的礼物 Isabella我的女儿 也因为那次重生 我可以在今天这里再一次重生 感谢神 神住进我的生命之后 我很清楚以后 应该怎么样走下去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去爱和感受爱 我想那是唯一的方法 活下去 感谢神 就是 要有一颗谦卑和感恩的心 神让我看到我的骄傲和罪过 认识到我自己的局限性 而且让我知道 我是脆弱的 当我再次溺水的时候 只要以神同在 是可以简单地把手伸出水面 向神祈祷求救 因为神爱我们 感谢神引导我来到这里做见证 愿神继续引导我 在这里和弟兄姐妹 你们一起服事和成长 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我其实也写了很多的稿子 然后写了很多时间 但是我今天 其实觉得也很感动 然后我想说 时间也有限 让我少一点说 就是说我其实 很早就接受耶稣了 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是在加拿大的时候 就一直念基督的学校 然后那个时候呢 其实并不明白 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然后的生命是 需要怎么样的 要做什么东西 但是呢就 糊里糊涂 其实跟一个同学 然后就觉知 然后受洗 那个时候有受洗 因为是说 老师可能会对我们更好一点 然后我们 然后就 但那个时候 生命并没有改变 然后后来是 就是来到 这边以后呢 上高中的时候 总是觉得说 生命缺少了什么 总是 并不知道 我自己生命的意义 然后我是不可以接受 说我们就是 从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 就变出来了 然后没有意义 就过完一生就完了 然后所以一直在追寻说 怎么 然后有问朋友 有问校友 也有问老师 但后来是 碰见了几个基督徒的朋友 校友 邀请我去 山景城中文 中文教会的 然后 在那里 那个时候 他们来接我 然后去 去教会 可以去教会 然后 有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呢 我并不付不起 那个学费 然后是我的 那个 团企的领袖 他帮我付的 资助我去 然后 所以我很感激他 然后就在 那个退休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直 我跟他们就是 就有谈论很多次 说为什么是 因为 我说我是信神的 但是 我没有 没有方法确定 神是真的 因为 我在我的生命中 其实看不到 他的影子 但是后来呢 我是 然后 我就 但我有去 我有 跟他们去主日学 有念 有念圣经 然后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 很 很专注的去 去学 去investigate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有跟我讲说 去encourage我去念 那个C.S. Lewis的 Mere Christianity 然后 我就 我就开始念 然后 我发现说 其实 然后 我的化学老师呢 是那个 Dr. Brain Anderley 然后他是这边 Peggy Cow的先生 他也是在 Intervarsity 基督 那个 Fellowship的 mentor 然后后来 他就变成 我的mentor了 然后是跟他一起 我有学了很多说 就是 科学和 和宗教 其实并不冲突的 然后也学了 就是 然后在我自己 逐渐学了更多的物理啊 化学啊 生物 然后我 我看到 太多 不可能的事情 在世上了 然后我也在 然后我 逐渐地 然后跟他 我明白那个 希伯来文 那个 Hebrews 11 1 他说的就是 什么是信 然后 就是 就是 我想 我写了下来 OK 他说 信是 Now faith is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看不见的 才真正是我们的信心 然后 那个时候 我就 确定了 我真的相信 是神 就是 然后 耶稣 基督 就是我的救助 那个时候 接受了 但是 有很多 然后 有很多人 有邀请我去做 门徒训练 也有邀请我 再受洗 一次 但那个时候 我还是排斥的 我觉得说 我虽然我接受了 我是很自私的 我说 OK 我拿到了 永恒的生命 但我并不想说 OK 别人 有没有 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自己得救了 但是后来呢 我是 就是 渐渐地 还在 学 再怎么 怎么做一个 更好的基督徒 然后我是 其实最近才 三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 life game 是生命 冲击的赢 然后 我去那里的时候 才真正地感受到说 生命的意义 是什么 然后 我 然后我就 也 然后去 然后释放 然后 我不想再做一个 是 就是 温的 基督徒了 我以前是一个 就是有侍奉 但是并没有 全心全意的 去做 只是 做 当一个责任 去做 然后现在 我真的是 感到说 我想是 用 就是用生命 然后用全身 就是全心全意的 去侍奉神 然后 我也真的相信说 神是 要我做什么的 绝对是 可以 我有可以 我也有能力 去做的 以前我可能 对自己 有 很多的 很多的 不自信 然后现在 就绝对是 相信的 那个 菲律篇 四十三说的 就是 I can do all things in Christ which strengthens me 然后 然后今天呢 我也很感激 我生命中 两个最重要的人 来到这里 说 我的妈妈 和我的阿姨 就是因为 我觉得 今天可以在这里 受洗 然后 可以做这个见证 然后是 没有他们是不可能的 然后就是说 因为没有我妈妈 我是不可能会去 就是加拿大的 然后 小的时候呢 她给我改了名字 叫John 那个时候 并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但我后来 我现在觉得说 其实 我的名字 真的很好 起得很好 因为我的名字叫 那个约翰 约翰嘛 就是 其实可以做神的 那个prophet 然后 来到美国呢 是因为 我的阿姨的关系 不是她 我可能 没有办法 来到这边 也不知道 就是生命会有 什么样的不一样 然后我还记得 小时候 我跟我妈说 我其实 我很喜欢 那个 就是基督家 她给我买了 那个 一个十字架 其实她 并不支持我 信主 但是还是 帮我 十字架 所以 我很感谢 然后呢 还有一个原因 我想 就是 这次 做一个全新全业的 基督徒 是因为 其实我并不是 做了一个 没有做好 很好的见证 因为 我在家里 然后 以前是很 那个 娇生惯养的 然后 然后 我妈妈就是说 说 呀 你去教会这么久了 这么多年了 但是 你怎么什么都学的不好 没有学好东西 我觉得我做的是一个 很失败的见证 然后但是 去完那个 Life Game以后呢 然后 我学了好多东西 我学到了说 其实 真正的 生命的意义 就是要去 去 去 follow那个 神的那个 大使命 然后呢 去 去帮助别的人 都能领受到 然后看 做一个见证 然后 前几个星期 那个 孙约翰的 牧师 他有 就讲了说 那个 马太福音 53到16 是说 我们应该做 世上的盐 和世上的光 然后是 怎么做呢 是要看 我们的行为 然后 我才发现说 其实我很多的行为 我觉得 很失败的 但是我现在 愿意 全心全意的 去 去做一个 就是 worthy 就是worthy 那个 一个真正基督徒的 事情 行为 然后 所以 很高兴在这边 然后 能在 同心团体里面 然后 见到 在那个 碰到很多人 然后 我觉得来这边 也是 很有巧合的 因为 那个 我以前的 Youth Group Leader 那个Alex 以前也是这边 English Ministry的 也是来这边听的 所以 很高兴可以在 就是武家这里 然后受洗 我觉得 今天是我人生 真的最大的 最大的一天 然后 很高兴 可以有 这么多人 就是在这边 然后 以后希望可以 跟你们一起 在住 就是 可以 工作 然后 不管神是 要做什么 我现在都 都愿意了 所以 感谢 感谢 说 谢谢